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ORC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ORC的一个体系结构 这前几次课呢,我们已经学习了ORC的安装步骤 以及它的Light Manager配置工具和客户端PR SQL Developer的安装配置 本次课我们将正式进入ORC的一个学习 那这次课呢,我们讲的是ORC的一个体系结构 其实呢,ORC的体系结构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难以理解 当然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以理解 但我们还是试图用图形或者和简单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只有你掌握了它的一个结构 以后呢,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深入 你就会发现哈,你对ORC的理解可以更近一个层次 那么对于它不管是优化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哈 都会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那对于这次课呢,我们先整体的大概的了解一下 说到ORC的这样一个体系结构哈 就不得不提现在我们正在看的一个图 这个图呢,蛮经典的哈 是ORC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管理体系的一个体系结构图 这个体系结构图呢,我觉得哈 我们可以把它怎么个理解法呢 呃,这样子 从这个地方画开哈 我们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其实ORC数据库哈 我们准确的讲应该是ORC数据库管理系统 既然有管理两个字 那么就可以明确一下它管理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啊,ORC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管理的目标就是ORC的数据库 那么问一个问题 ORC数据库管理系统可以管理几个数据库呢 答案是多个 它至少可以管理一个 然后可以管理多个数据库 多个数据库呢 在这个数据库服务器上 可以同时并存 而ORC呢 就是提供对这些数据库的管理 对于一个ORC数据库服务器 或者说是ORC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至少应该包含一个数据库 以及至少一个数据库的 Einstance 中文叫做实力 好,现在呢 我把整个ORC体系结构分成两部分 底下呢 是静态的数据库的结构 上面呢 是实力 实力是动态的 等会我们再来详细解释 先看一下静态的数据库 静态的数据库呢 我们看一下底下 不管是哪一个标示 都有一个单词结尾 叫做File File的中文就是文件 也就是说 ORC对数据库的管理 最终还是会着落到文件上 因为你想想看数据库嘛 也就是数据仓库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存储数据 然后是管理数据 那么它要存数据 那自然而然落到操作系统上 因为操作系统是文件系统嘛 所以就是存储在操作系统的文件之上 那么针对于ORC这种静态的结构 它到底有哪些文件的存在呢 中间这一块黄色部分是重点 这黄色部分包含三样文件 一个叫做Data Files数据文件 一个是Control Files控制文件 还有一个呢 就是Redo Logger Files 重做日制文件 这三种文件各自有各自的作用 比方说我们往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 最终一定会放到数据文件里面 这个很重要 那控制文件放的是什么呢 控制文件就是放的 对于数据库当前数据库的一些控制信息 控制信息也是存储在控制文件里面 除开这个控制文件 那么还有一个叫做Redo Logger Files Redo Logger Files是ORC数据库的重做日制文件 那什么叫日制呢 日制也就是说我们ORC数据库无论做哪一个操作 在做操作之前必须要将这个操作的步骤 以及它的详细信息记录在重做日制文件里面 也就是说ORC秉记的是一个叫做先记后写 先记后写先记日制 然后再去真正的实现日制所记录的这样一些操作 这个是ORC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行机制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到ORC的安装目录 好 这是我应该是安装在一盘的Administrator 好 安装在这个文件夹下 这个文件夹有一个子文件夹叫做OrorData 也就是ORC的数据文件所存放的路径 打开 因为目前呢 我只安装了一个数据库 就是ORCR 我的ORC服务器也只管理这一个数据库 所以呢 你也只能看到一个文件 叫做ORCR 如果我们创建了多个数据库 你会发现 在这个OrorData之下 就会出现多个以数据库ID命名的文件夹 现在我们点进去 这里面哈 就是刚才我们说说的最重要的 某个特定数据库的三种文件 每建立一个数据库 就会建立属于这个数据库的三种文件 分别是DBF文件 CTL文件 以及LOG 重做日志文件 数据文件 控制文件 和重做日志文件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发现 一个数据库 是可以包含多个数据文件 多个控制文件 以及多个日志文件 分开存储 这个是可以提高效率的 免得文件 一个文件数量太大 我要从头搜索到尾 还是一件很 效率蛮低的事情 好 OK 这个就是 Orake的一个 文件系统 那接下来的话呢 除开这三个文件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参数文件 这个参数文件还记得 我们在做第二次课的学习的时候 就是那个Net Manager 配置 Listener 监听 和 网络服务的时候 这些信息都会保存到 一种文件 我们就把它叫做参数文件 这就是参数文件 除了参数文件之外 还有 Password File 密码文件 以及归档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既多了 那么之前的文件 我日志 我可以将它怎么样呢 将它归档 归档日志呢 很重要 对于我们恢复系统 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因为Orake先记后写 所有的操作都会在日志中 如果我们想要 恢复数据库的话呢 日志文件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接见 OK 在我们理解完 这个静态的数据库的结构 这个其实最好理解的 文件体系嘛 那么接下来 比较难以理解的 就是实力 实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比方说我们的数据库管理系统 首先我是不是一定要启动 也就是这个程序 一定要运行过程中 才可能实现 对数据库的存储和管理 那么在运行过程中的 这些Orake的进程 我们就把它叫做instance 实力 除开这些运行中的进程 进行中的程序嘛 因为进行中的程序 必然会要占据一定的内存空间 所以运行中的Orake的进程和 内存结构 就构成了Orake的instance 也就是实力 实际上哈 用户是通过instance 去跟数据库交互 跟这些数据文件交互 它其实是不能直接去交 去跟那个数据文件交互的 必须通过这些Orake的进程 这些进程非常多 看到底下这些小小的椭圆没有 都是Orake的进程 除开这几个 还有很多的others 其他 那这里面我就讲两个 比较好理解的进程 第一个叫做dbwr dbwriter dbwriter这个进程做什么的呢 专门用来写数据文件的 那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lgwr 这个进程是专门用来写什么呢 用来写日志的哈 这两个进程其实并不是时时刻刻都会执行 并不是哈 直到比方说客户端发来一条指令说我要插入一条记录到EMP表 假设插入一条记录到EMP员工表 那这个时候呢 Orake先计后写嘛 一定会要将这个操作的详细的信息 通过lgwr 写到哪里呢 redu local files 好 然后在特定的条件触发下 才会使用dbwr这个进程 将这个真实的数据写入到data files 那么什么叫特定的条件呢 比方说 日志 日志空间 日志文件已经写满了三分之一 或者客户端直接发了一个指令叫做commit 提交指令 那么这个时候都会触发dbwr的这样一个进程的执行 OK 这个就是实力中的两个进程dbwr和lgwr的一个运行机制 那么他们在运行过程中肯定要占内存空间 比方说我要查询嘛 对不对 我从数据文件中查询的记录 我一般会放到哪里呢 我会首先会放到缓存里面 会放到这个内存里面 然后呢 再将内存中的数据传给客户端 传给客户端 请注意 Urc其实呢是一个cs的这样一个体系 我们呢是通过客户端就是user process去跟服务器连接 一定要建立连接 比方说我们的pr cycle developer就是一个客户端竞程 就是user process 当他发起连接请求 用用户名和密码去连接网络服务的时候 就相当于建立了跟服务器的连接 那么他那边发出的指令就会被服务器的进程接到 再通过实力去跟这些数据文件交互 好的这个呢就是Urc的一个体系结构 其实呢对于Urc的实力来说 这个内存空间哈还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段 他把内存空间分成了好几大块 像share pool共享池 还有database buffer cache java pool redu log buffer或者是lagi pool 每一块内存空间呢都是承担不同的任务 但是对于我们哈刚刚才入门 这个Urc的这样一个学员来说哈 我们了解直到现在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好的这个呢以上就是哈关于Urc体系结构的一个简单介绍 不用担心啊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其实都是会使用哈这里面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随着我们学习的深入 会慢慢的意识到我们在使用Urc的很多的特性 来完成我们的任务 好这个呢就是本次课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次课再见